各位兄弟 都别干了 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 大哥 你也别干了 听说这次犒赏 一改大吃大喝九岁三天的习惯 要论功行上 逐一分发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十万多人呢 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 起码能跟元帅说明 不会左头飞人了 是啊 大哥 明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是啊 大哥 唐军大获全胜 薛仁贵功不可没 李世民决定犒赏三军 是要找到自己的阴梦贤臣薛仁贵 可总被张世贵中间捣鬼 于是便以逐一点兵派发的方式 躲过张世贵 去找到薛仁贵 而听到这种发放赏赐的方法 张世贵立刻明白了其中的用意 表面上是在发放赏赐 背地里是在寻找薛仁贵 他立刻表示十万大军逐一发放 恐怕太麻烦了 但是元帅执意如此 还警告他虽然自己老了 但是并不老眼昏花 让他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 为了防止大元帅真的找到薛仁贵 张世贵找来上好的美酒 请大元帅品尝 大元帅一边克制自己想喝的欲望 一边表示自己已经奉旨借酒 张世贵立刻心生一计 既然不能喝酒喝茶总行吧 宗宪呢 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 换成茶 是 宗宪来到帐外 把酒坛中的酒倒进茶壶里 还以假乱真的撒了把茶叶进去 随后给大元帅上茶 大元帅喝了一口 表示这分明是酒吗 可是张世贵却睁眼说瞎话 不 是茶 你看 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大元帅决定就泼下云 一饮而尽 连成好茶 张世贵又要为元帅盗满 元帅却伸手挡住 原来他是嫌茶杯太小 想要直接嘴对嘴喝茶 最后终于醉倒在暗桌上 张世贵轻轻拨开他的手 拿出赏赐的花名册 让何宗宪二人把花名册上的人都画掉 再把赏赐通通分发出去 就此点将完毕 等到大元帅酒醉醒来 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又一次醉酒误实 这时军事也闻讯赶到 给他送来了解酒的汤药 让大元帅还是跟他回去侍奉皇上 不急着寻找应孟贤臣 薛仁贵只要在军中 就一定会有相逢之日 随后留下一封信 二人不辞而别 与此同时 薛仁贵的情况也不大好 因为害怕被查到 他和弟兄们被张世贵藏到偏僻的山神庙 夜晚他一个人对月而坐 想到自己从军十年的种种委屈 又想到家中苦苦等待的迎怀 顿时忧思满怀 明月啊明月 你可否相告我该何去何从啊 不久竟然发烧病倒 弟兄的连忙把他送往军医处 养病期间 彩儿突然来访 原来他受公主之托 带着公主写救的血书 传递里应外合的情报 但是当他看到面无人色的薛仁贵 便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只带着薛仁贵给公主的信回到军营 却在翻越栏杆的时候被士兵抓住 情急之下 彩儿只好把信息进嘴里 吞了下去 铁士文却不是那么好惹的 乖 王司令怪 迟到他 吐出那封信为止 说 这件事谁给你的 你